一天一章跟Pastor Lily一起读创世纪 爱慕神话语的弟兄姐妹早安 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35章 雅各被上帝确立成为亚伯拉罕之约的继承人 学习事件成给雅各家族带来危机 35章一节 神对雅各说起来 上伯特利曲住在那里 要在那里住一座坛 就是你逃避你哥哥姨嫂的时候 向你显现的那位 三个命令的动词 上哪去住在那住坛 注意神对他的自我称呼为 我就是那向你显现的神 指向了第28章 上帝第一次与逃离家乡的雅各 在伯特利见面 现在上帝要让雅各回到 曾经与他见面的地方 重温神的应许和他所许的愿 二到五节 雅各吩咐家里所有的人 除掉偶像 木翼更衣 一同去伯特利见 那位在我行的路上 保佑我的那位神 第四节 他们把一切的偶像都埋在事件 那给他们带来杀戮和危机的地方 其中也包括了拉杰 从父亲拉班家所偷走的神像 第五节 神使那周围诚意的人都甚惊惧 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 他们全家平安的离开了世界 那第六节 雅各就照着神所吩咐的到伯特利住坛 起名叫伯特利之神 注意哈 雅各离家的时候与神相遇以后 在28章的18到19节说 历时为住给那地方 起名叫伯特利 意思就是神的殿 那如今呢 他在那个地方住了一个坛 给那个坛起名叫做伯特利之神 就宣告与他相遇的神 就是神家的神 9到15节 神又向他显现 赐福给他 正式给他改名叫做伊斯列 11到12节说 我是全能的神 你要生养众多 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 又有君王从你而出 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 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上帝把给亚伯拉罕的包括了土地后裔君王的应许 赐福给了雅各 至此雅各就正式被上帝设立成为亚伯拉罕之约的继承人 16到20节 拉杰难产去世 就应验了在31章32节 雅各咒诅偷拉班神像的人 必死的话 拉杰死前 为他所生的儿子取名叫做便额尼 意思就是我苦命的儿子 而雅各呢 却给他起名叫做便亚民 意思是右手之子 右手就是尊贵的意思 那么在后来 以色列王国的第一代君王扫罗 就出自便亚民之派 22节提到雅各的长子刘便 去与他的父亲皮拉同亲 在迦南地有这样的习俗 就是继承父亲产业的长子 可以拥有父亲的钱 在萨姆尔基下16章就记载了 大卫的儿子造反的时候 就当众占有父亲逃亡时 没有带走的宾妃 以表现自己继承了父亲的产业 那列王纪上二章 当大卫死了以后 所罗门王继位 那他的一个哥哥就透过所罗门的母亲 求大卫来娶这个大卫的这个侍妾为妻 那么第二章22节 所罗门王就对他母亲说 你为何单替他求数孽的女子亚比萨呢 你也可以为他求国吧 所以我们会看见刘便 用这样的方式想表示自己得着了 这个雅各的长子的产业 但是他却反而失去了长子的产业 在历代之上五章第一节说 以色列的长子原是刘便 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 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 刘便和曾经的雅各一样 自己要去抓住 但结果反而失去 23到26节 雅各的12个儿子 后来就是成为了雅各 以色列的12个支派 然后以赛180岁受终而足 这个时候雅各120岁 给大家一个灵修的亮光 聪明狡诈的雅各 经历了很多年很多事 被神打磨成为 可以继承亚伯拉罕之约的继承人 你此时遇到的各种磨难 是上帝在打磨你什么呢 愿主借着他的话赐福